第一百四回 云大星汉丞相归天 见木相魏都督丧胆 却说江维见魏严踏灭了灯 心中愤怒拔剑玉杀之 孔明指之曰 思无命当绝 非文长之过也 为乃收剑 孔明吐血漱口 握到床上 为魏严曰 此时司马懿料无有病 故令人来探视虚实 如可急出迎敌 魏严领命出仗上马 引兵杀出寨来 夏侯霸见了魏严 慌忙引军退走 严追赶二十余里方回 孔明令魏严自毁本寨把守 将为入仗直至孔明踏前问安 孔明曰 无本欲集中尽力 恢复中原 重兴汉世 乃天亦如此 无旦夕将死 无平生所学 以读书二十四篇 几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那有八物七界六孔五具之法 无便观诸将 无人可授 读如可传我书 切勿轻呼 为哭拜而受 孔明又曰 无有连弩之法 不曾用的 其法事长八寸 一弩可发十时 解画成图本 如可依法造用 唯义拜受 孔明又曰 书中之道 解不必多忧 唯阴平之地 且须仔细 此地虽险峻 久必有失 又换马代入仗 富而低言 受以秘迹 主曰 我死之后 如可依迹行之 待领计而出 少请阳一入 孔明换至踏前 授予一锦囊 密主曰 我死 未言必反 待其反时 如雨临阵 放开此囊 那时自有斩 未言之人也 孔明依依调度以弊 便昏然而倒 至晚方苏 便连夜表奏后主 后主闻奏大经 急命上书礼服 星夜至君中问安 兼寻后事 礼服领命 三成父无障元 入见孔明 传后主之命 问安毕 孔明流涕替曰 无不幸 忠道丧亡 须费国家大事 得罪于天下 我死后 功等已集中福主 国家救治 不可改意 无所用之人 亦不可清费 无兵法 皆授予将为 他自能 既无知智 为国家出力 无命 亦在旦夕 当即有仪表 走天子也 礼服领了言语 匆匆辞去 孔明强之病体 领左右扶上小车 出寨遍官各营 自觉秋风吹灭 彻故声寒 乃长探曰 再不能临阵讨贼已 悠悠苍天 何此其极 叹息良久 回到帐中 病转沉重 乃幻阳仪 分复约 王平料化 张逆张义 吴义等 解忠义之事 久经战阵 多付勤劳 堪坷未用 我死之后 凡事举一旧法而行 缓缓退兵 不可急咒 如身通谋略 不必多主 江伯约 志永足备 可以断后 杨仪 弃败受命 孔明令去文房四宝 于卧榻上 首书仪表 以达后主 表略约 符文 生死有偿 难逃定数 死之将至 愿尽于中 陈亮 负姓于拙 遭使艰难 分复雍结 专掌均衡 兴师北伐 未获成功 和其病入高荒 命垂淡息 不及忠视陛下 因恨无穷 福愿陛下 清心寡欲 约己爱民 达孝道于先皇 不仁恩于雨下 提拔幽隐 以尽贤粮 并斥奸邪 以后风俗 陈家成都 有丧八百株 补田时无情 资地衣食 自有余饶 至于臣在外任 别无调度 随身衣食 西仰余观 不致别生 宜掌尺寸 臣死之日 不时内有余博 外有盈财 以赴陛下也 孔明写必 又主扬仪曰 无死之后 不可发丧 可坐以大堪 将无师坐于堪中 以米其利 放无口内 脚下用明灯一盏 君中安静如常 切勿举哀 则降星不坠 无阴魂 耿自其震智 司马懿见降星不坠 必然惊疑 无君可令后寨先行 然后一迎一迎 缓缓而退 若司马懿来追 如可不成阵事 回其反骨 等他来到 却将我心石锁雕木像 安于车上 推出军前 令大小将士分裂左右 以剑制 彼京走矣 杨仪一一领诺 事业 空明令人浮出 仰观北斗 摇指一心曰 此无知将星也 众士之 见其色昏暗 摇摇欲坠 孔明已见指之 口中念咒 咒必急回仗时 不省人事 众将正慌乱间 忽尚书礼服又致 见孔明昏厥 口不能言 乃大枯约 我物国家之大事也 须于 孔明复兴 开幕便是 见礼服力于他前 孔明约 无疑之功复兴 吾以之功复来之意 福谢约 福奉天子命 问丞相百年后 谁可认大事者 是因聪句 失于资情 故复来尔 孔明约 无死之后 可认大事者 将公演其遗业 福曰 公演之后 谁可记之 孔明约 匪文为可记之 福又问 文为之后 谁当记者 孔明不达 众将上前侍之 以轰以 时 渐兴十二年秋 八月二十三日夜 寿 五十四岁 后渡公部有诗探阅 长兴昨夜 坠前迎 富报先生 此日清 呼障不闻 诗号令 临台危险 诸勋明 空于门下三千刻 辜负胸中 十万兵 好看绿音 清昼礼 于今无负 哑歌声 白乐天 亦有诗曰 先生会记 沃山林 三顾那 逢圣 住寻 于道南阳 方得水 龙飞天汉 便为林 脱姑寄进 殷勤礼 报国还清 忠义心 前后出师 仪表在 令人一览 泪沾金 出 书长水 笑为料理 自为财明 仪为孔明之父 常以职味 闲散 样样不平 愿邦无矣 于是孔明 废之为树人 喜之问山 即闻孔明王 乃垂气约 无忠为左任矣 李言文之 亦大哭病死 盖言 常望孔明 父收己 得字不前过 多孔明死后 人不能用之故也 后原微之 又赞孔明诗约 拨乱福威主 殷勤受脱姑 英才过管月 妙策圣孙无 林林出师表 堂堂八阵图 如公全圣德 英叹古今无 事与世 天愁地惨月 色无光 孔明 俨然 归天 江维阳仪 遵孔明 一命 不甘举哀 依发成练 安置 勘中 令心腹将族 三百人 守护 随传密令 使魏言断后 各处迎债 依依退去 却说司马懿 夜观天文 见一大星 赤色 光芒有角 自东北方 流于西南方 坠于鼠营内 三头再起 银银有声 一经喜约 孔明 死已 即传令 起大兵 追之 方出寨门 忽悠一律 约 孔明 善会 六丁六甲 之法 今见我 久不出战 故以此数 诈死 又我出尔 今若追之 必中其计 岁父勒马 回寨不出 指令夏侯坝 暗音 数十计 王乌 帐元 山辟 少探 消息 却说 魏言 在本寨中 夜做一梦 梦见头上 呼声二角 醒来 甚是一意 此日 行军 司马 赵直至 言 请入 问曰 旧知足下 申明 一礼 五夜梦 头生 二角 不知诸何吉凶 凡足下 为我举之 赵直想了半赏答曰 此大吉之赵 麒麟头上有角 苍龙头上有角 乃变化飞腾之相也 言大喜约 如应公言 当有众谢 执辞去 行不树立 正欲上书废医 一问何来 执约 是至 是至 卫文长 营中 文长梦头 升脚 令我 绝其吉凶 此 本非吉赵 但恐直言 见怪 因以 麒麟 苍龙 解之 一约 足下 何以之 非吉赵 直约 脚子之行 乃刀下用也 紧头上用刀 其胸深矣 依约 功且勿漏谢 直别去 匪医至魏严寨中 并退左右告约 昨夜三更 丞相以辞事意 临终再三嘱咐 令将军断后 以当司马懿 缓缓而退 不可发丧 仅兵符在此 便可起兵 严约 何人代理 丞相之大事 一约 丞相一应大事 尽托于杨仪 用兵密法 接受于江伯约 此兵符 乃杨仪之令业 严约 丞相虽亡 无今现在 杨仪不过一掌使 安能当此大任 他只以拂救 入川安葬 我自率大兵 攻司马懿 勿要成功 岂可因丞相 岂可因丞相一人 而废国家大事也 一约 丞相一令 叫且暂退 不可有违 严怒约 丞相当时若依我计 取长安九亿 无今官任前将军 征兮大将军 南政侯 安肯于掌使断后 一约 将军之言 虽是 然不可轻动 令敌人耻笑 待吾往建阳仪 以利害税之 令笔将兵权 让与将军 何如 言依其言 依此言出营 即到大寨建阳仪 据述魏言之语 一约 丞相邻中 曾密主我约 魏言必有意志 仅我以兵符网 时欲叹其心耳 仅果应丞相之言 我自令不约断后可也 于是杨仪领兵 扶救先行 令将为断后 依孔明一令 徐徐而退 魏言在寨中 不见废衣来回复 心中疑惑 乃令马带因十数计 网探消息 回报曰 后军乃将为总督 前军大半退入谷中去了 言大怒曰 恕如安敢欺我 我必杀之 引故为代曰 公肯相助否 代曰 某义肃恨阳仪 谨愿助将军攻之 言大喜 即拔寨引本部兵 望南而行 却说下侯霸引军 至五丈元看时 不见义人 即回报司马义曰 属兵已进退 义跌足曰 孔明真死已 可速追之 夏侯霸曰曰 都督不可轻追 当令偏将先王 义曰 此番虚无自行 遂引兵 同二子一起杀奔 五丈元来 呐喊摇旗杀入蜀寨时 果无一人 一顾二子曰 如急催兵赶来 无先引军前进 于是司马师司马昭 在后催军 义自引军当先 追到山脚下 望见蜀兵不远 乃奋力追赶 忽然山后一声炮响 寒声大震 只见蜀兵拒回旗反骨 树影中飘出中军大旗 上书一行大字曰 汉丞相乌香侯诸葛亮 以大惊失色 定惊看时 只见中军数十元上将 拥出一辆四轮车来 车上端坐孔明 观金玉膳 喝场躁 一大惊曰 孔明尚在 无倾入重地 躲起记忆 急乐回马便走 背后将为大叫 贼将休走 你中了我丞相之计也 卫兵魂飞魄散 弃家丢窥 抛个撇击各逃性命 自相践踏 死者无数 司马懿奔走了五十余里 背后两员卫将赶上 扯住马爵还轿 曰 独独悟惊 义用手摸头 曰 我有头发 二将曰 独独羞怕 鼠兵去远了 一船息半赏 神色方定 睁目视之 乃下猴霸 下猴会也 乃徐徐岸配 与二将寻小路 奔归本寨 使众将引兵 四散哨探 过了两日 乡民奔告约 鼠兵退入谷中之时 哀声阵地 军中阳起白旗 空明果然死了 只留江维 因一千兵断后 前日车上之孔明 乃牧人也 义探曰 不能料其生 不能料其死也 因此鼠中人验曰 死诸葛能走声众达 后人有诗探曰 长星半夜落天书 奔走还一辆未卒 关外至今人冷笑 头颅游问 有何无 司马懿之孔明 死信已阙 乃副引兵追赶 行道赤岸坡 见鼠兵已去远 乃引还 故为众将曰 孔明已死 我等皆高枕无忧意 遂班师回 一路上见孔明 安营下寨之处 前后左右整整有法 一探曰 此天下奇才也 于是引兵回长安 分调众将各受爱口 一自回洛阳 面军去了 却说 杨仪将为排成阵势 缓缓退入战阁道口 然后更衣发丧 杨帆举哀 蜀军皆撞跌而哭 至有哭死者 淑兵前队 正回到战阁道口 忽见前面火光冲天 寒声阵地 亦飙军拦路 众将大惊 急报洋疑 正是 一见卫营诸将去 不知蜀地 甚兵来 为之来者是 何处军马 且看下文分解 不知蜀地